台南青昆山是台湾最西边的靠海聚落 四周围绕着鱼温还有盐田 出产出肥美的鹅啊 还有火烧虾 还有很老啊的渔货 不过其实最出名的还有这一位哦 祖传五代的百年鹅爹 不亲眼的小店藏身在小巷子里 只要一开闸就是当地人潮最多的地方 硕大的鹅爹馅料扎实 价钱还很佛心 还能吃到馅料小卷酥 酥炸无锅鱼炸沙虾 客人都赞不绝口 到底让一间小店的手艺有多厉害呢 让客人即便是下大雨 撑伞也要吃 一起來看看真正韩阿南的美食 OK啦 火烧虾啦 皮脆 絲嫩 料多 贵美 你吃完本来跟妈妈说 阿伯娘又想要来 来家一定要吃这间蚂蚱 蚱蚱 这个口味好 有口有色 中香有色 感じ 台南清昆森 青山与港旁的小巷子里 藏了一间狠狂的百年耳边 地点偏僻 全身挺沸 老闆等用麥克風廣播 排隊就算了 更好的是 即便下去方國大雨 也交不息客人想吃的衝動 我買剛好九百九 就好朋友都想要吃 就一起來買這樣子 下一個天就要來 客人會這麼愛 因為靠海小店的蚵仔 蝦子 小捲等食材 都是來自當地近海 跟七谷細谷的海鮮 這裡頭更是蚵仔的產地 都這麼大吃 有怪客人都愛來吃 對啊 用算肥還是算肥 這是更還好 對 還好 上面一枚的更肥 更大吃 老闆 你表演給我看 好吃 把不泡水的肥美蚵仔 放入耳爹下鍋油炸成金黃色 灑上一點胡椒鹽 一口咬下外酥內嫩 滿滿海味跟餡料 一個才賣三十五元 都市根本吃不到的價錢 就是祖傳五代耳爹的魔力 挺好吃 好吃 青昆森位在台南市 算是台灣最西邊的靠海聚落 這邊已出產蚵仔跟火燒蝦 最為有名 據說清朝時淤積的沙洲 在太陽照射之下 有如一尾青色的昆魚之聲 得名青昆森 但在這裡有一間很厲害的 祖傳五代耳爹 店面不在路邊 而是得彎進小巷子裡頭 客人都直呼這才是真正的 隱藏版美食 對 就是找不到 而且是認識的人介紹 你才知道這裡 雖然一般不會找到這裡 我用導航過來的 我還想說這條路這麼小條 會不會導航搞錯了 原來是別有洞天 美味不怕嚮嚨聲 小店擺設很有古典味 菜單掛在紅磚牆上 客人直接點了 坐在巷子裡頭吃 對啦 總而定是要人數斷子 待會跑六塊 三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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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食材滿新鮮的 不會有一些好像鮮味這樣子 料看起來整個很飽滿 覺得很不錯這樣 在那個西谷那邊 先吃了一些海鮮 然後吃了很飽再來 但我還是覺得很好吃 鴨兩粿 鴨兩粿就對了 小店最早營業跟姜母鴨一樣 一年準賣冬天 照應夏天油鍋太熱 現在有了冷氣 才變成全年無休 周家兄弟姐妹四個人 撐起老店 阿祖也有做 阿嬤 阿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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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贏第四代 你們家贏第四代 應該贏第四代 應該百年有了 都用手帽 那一般呢 這手工的 你看看都是都要抹了抹了 由於自家耳蝶比別人大 炸一個需要花上十分鐘 永遠趕不上客人的速度 單妹周祺宜只能雙手忙不停 邊抹邊炸 但給料絕對給得很大方 我東西給料有五三 海海三 那差不多五天 那差不多幾隻好嗎 看大小米 最小會有六顆 六顆 像這麼大 也有四五顆 五顆 五顆 蚵仔給你生產 蚵仔他要買比較少 不比說你外地買蚵仔 還來這裡買蚵仔 金塊一小兩小 金本人就都打下去了 媽媽有跟你們說做什麼嗎 要親切啊 飯店開就是不怕人家 周晴的媽媽周秀禮 從娘家帶來一脈相傳的手藝 她的大半輩子都在賣耳蝶 但令人外省的是 七年前媽媽積勞成績過世 家人家怎麼有開始在做桌子 初心是甘馬店 甘馬店那一隻哪 這些的人 因為都有在捏魚 脫海嘛 以前就會弄弄弄弄死 就看我沒有來賣耳蝶 晚上要做蜜蚵 做蚵仔 這樣 我跟我說 手的蚵仔手不怕我吃飯 手上的鐵勺子 從阿祖外婆媽媽 再傳到她的手上 是百年的傳家寶 有啊 有啊 旁邊中有了 有那麼小 還有人帶著 真的有差耶 真的有差 用老公去做耳蝶 特別有感情 而祖傳的蚵仔 厲害的就是這獨門粉漿 我們有需要加什麼 豆粉跟麵粉 還有我們家的 為什麼要加豆粉 豆粉會比較香 比較脆脆 很好吃 它很脆 因為我想像中還脆很多 祖傳的粉漿 不僅能鎖住鮮甜海味 炸起來又薄又脆 可透光 而耳蝶當中陪襯的菜餡 則是加入了中藥蜜方 讓韭菜不會過嗆 咸菜提味 高麗菜更鮮脆 我們家的菜去做吃的 從古代就是這樣 有 都不知道要這樣做的 你知道嗎 已經太多錢了 這不是什麼啦 你覺得比較好 從耳蝶起來菜 比較薄的菜不夠 我們裡面有的薄的菜 三年 要這樣吃 起來有口感不夠 謝謝 太甜 在這邊除了耳蝶 肉蝶 花枝蝶之外 如果想一次吃到三種美味 只能趁平日來 才有的綜合蝶 一般的耳蝶 我覺得不會料那麼多 然後它的蚵仔是真的很新鮮 然後我是點綜合 所以裡面很多東西 有花枝 然後有蚵仔這樣子 小店除了耳蝶之外 還可以吃到很多酥炸海� 一圈圈紮實且甜的小卷酥 還有這吃起來肉質 鹹香的虱目魚炸魚嶺 但最特別是 只有這個季節才有的沙蝦 千萬別小看它個頭小 肉卻很有料 這家的特產生物是不是 對... 萬格的 那這有什麼特別 吃起來的口感到你來吃 它清甜 還要吃 你看它不太大 你看它不太大 汆燙之後的沙蝦 每一隻秀色可猜 蝦味濃郁 肉質甜嫩 除了吃原味之外 火上粉漿下去炸 油溫讓肉質更緊實 還帶著大海的鹹味 昨天網路上看到了 然後覺得你看看 還不錯吃 吃起來口感比較好 有點像那個炸蝦的那種感覺 就是日式那個炸蝦這樣 你如果要... 要吃的人 他都會餓 要吃餡 有芥末 比大明蝦 比大明蝦 比大明蝦多 對 大明蝦嘛 對漁獲相當了解的二姐 周家青其實比周琴 更早在家中幫忙 後來因為小孩要念書 才換三妹接手 回牆以前小時候 生活真的很辛苦 小時候我們爸爸倒海 倒海媽媽就... 我們自己也有餓蝦 所以都會去餓蝦 家庭又不好 不好 所以小時候都要去爬蝦 夾哥哥他們都要去拖蝦 賺錢這樣 不怪你們兄弟姐妹 感情很好 真的 我們家的兄弟姐妹 真的很好 今天換你一起 對啊 來 支援你 對 小時候一起為了生活打拚 所以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 也會幫媽媽賣耳爹 即便老人家不在了 大家還是在一塊 秉持價錢公道實在 妳想這次 原路什麼人都去過 我也都沒去 妳沒去過 我沒去過 對啊 因為妳家比較去 比較不好買 就算不理就消就對了 對啊 小店佛心沒漲價 那畢竟靠海吃海活力多消 所以在這邊 除了炸物之外 也有一些假咖的 現流海鮮 像是本港的小卷 汆燙之後眼睛還超透 肉質Q彈甜 另外高人氣的蒜香蛤蜊 裡頭的肉 同樣厚實飽滿 蒜香蛤蜊 我上次來的時候看別人點 所以我跟著點這個 肉很飽滿 很甜美 讓客人懷惑無窮的 還有這大小適中的酥炸 鹹水無窮魚 有客人專程就是來吃這個 鮮水無窮魚吃起來沒有土味 魚肉細緻 吃了這麼多炸物 這時候來碗招牌海鮮湯 不請解膩滿滿一碗料 很實在 碗辣還有鵝 還有魚肉還有小卷 還有蛤蜊 這麼多 對啊 都是滿滿的 周家仁在青昆森賣著耳爹 成為當地的觀光景點 很多客人來此大大美食之際 也往往被這邊的美景給吸引住 小魚港中海水味道清晰 航道上採科船忙碌穿梭 載著一樓樓的鵝仔 在不遠處還有青昆森最美的地標 美麗的扇形鹽田 交錯的棋盤狀非常壯觀 而且在青昆森裡 還可以參訪歷史悠久的朝天宮 最西邊的聚落 有著豐富的人文與自然美景 加上好吃的耳爹 讓青昆森多了吸引力 紅遍全台巷口夜市 最強的平民小吃 東山鴨頭 創始店在哪裡呢 就在台南的東山 這間路邊攤喔 每天下午一點鐘開賣 排隊人潮沒有停過 而老闆娘懶掩美雲 剁鴨頭的手也沒有停下來過 賣了一閘子了 這間店只賣鴨頭 鴨翅 鴨脖子和鴨腳四樣東西 滷得透實 吃起來軟嫩又Q彈 裹了一層蜜糖的外衣 色澤更是誘人 到底東山鴨頭 是如何鴻遍台灣呢 一起來看看 頭 脖子 翅膀 腳 真正的東山鴨頭 只有四樣而已 很多人愛吃我家的鴨頭 我也覺得很開心 很感恩 八個冒煙的鍋爐當糖色變成了醬色 是美味的痕跡 一字排開 搶搶棍 鴨頭一百脖子兩百 幫我放一個頭 在那個一百五那邊 會要抽脖子 對 等等等總是排隊的人潮 夾夾夾慢來可能就吃不到 現炸的鴨頭鴨翅 脖子鴨腳只買這四樣 這家位在台南東山的東山鴨頭 正宗第一家 客人總是不會走錯 我有買鴨脖子 然後也有買它的鴨頭 對 都很好吃 它的口感比較入味 然後 比較甜 可是也不會說很膩 我是東山人 我從以前就吃到現在 這樣幾年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所以它是算第一家嗎 據我所知是第一家 假日的話都會排大概五六十公尺 每天下午一點開賣的攤位 客人很多 但大部分都匆匆拒絕採訪 因為這個美味是賣完了就沒了 不想時間怎麼吃得到 攤位前總是笑臉宜人的 就是東山鴨頭創始媳婦 藍延美雲 從民國六十三年接手之後 四十六年來 它一點一定創造出 東山鴨頭的奇蹟 第一間 我那時候 我二十幾歲出來買的時候 像我到三十 我三十歲那時候 剛好我們台灣剛好的 十大建設嘛 十大建設大家經濟 有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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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有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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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比較好 如果這個不夠賣的時候 喝不夠湯到賣的時候 我都不敢吃 給別人吃 給別人吃 一句不敢吃 道出了藍顏美雲 傳統婦女的特質 從27歲做到71歲 少女熬成婆的這段歲月 她對東山丫頭的情感 從來沒有變過 鹵的入味是回客率最大的原因 藍顏美雲賣的鴨頭脖子 就是比別人大隻 招牌鴨翅 香嫩韓鴨 隱藏版的鴨舌頭也是極品 讓人吃了就停不下來 藍顏美雲的公公 本來是賣各式滷味 由她接手後改指賣鴨頭系列 沒想到越賣越順手 客人也越來越多 竟然一傳十十傳百 成了東山有名的美食 這個小鎮美養鴨 她也靠東山鴨頭文明全台 這隻鴨子在鴨都要有一個小鴨 不是說真的這樣鴨 你如果不這樣鴨 牠不會像我們這樣鴨 牠這個鴨毛金面就沒辦法去做了 一定要手工這樣鴨 牠比較有毛就鴨太久了 鴨三四分鐘 一隻鴨三四分鐘也不能鴨 有時候一隻幾秒鴨就好了 那時候鴨的鴨頭跟鴨頭就不一樣了 那時候鴨的鴨頭比較小 那時候鴨的鴨頭比較大 現在還要灑那些鴨水 灑那些鴨水 灑那些鴨 灑那些鴨頭 我們這樣鴨頭再下去鴨 從自己一個人打拼 到現在有能力請員工 來年美雲生枝這一切得來不易 以前的小廚房擴建成二十坪的廠房 拔毛 汆燙 鴨製 每天一早就開始大大小小的工作 現在我們在這個 東山鴨頭呢 他們在這個鴨製的過程當中 這裡廚房是非常的高溫 我們人其實在這邊沒多久 其實就滿身大汗 其實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都不太能夠跟我們講話 因為他們要隨時注意這個洗鍋 然後加料 然後最重要的是試味道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兒子跟孫子 他們都是不停的去傳承這個阿公 然後他們傳下來這個味道 所以他們就慢慢的試 那老闆娘她現在其實已經是 比較是退休 然後在幕後的狀態 所以這由他們家的就是兒子 然後孫子一直傳承這個 非常有名的東山鴨頭 從小就看著那 對啊 從小就看到她 太大就會嬌 太小不行 因為要滷很久嘛 所以要一直在旁邊看 東山鴨頭市面上有很多滷包之類的 就是滷誰都會滷嘛 其實主要還是看功夫 可以一波 這樣 我這個孫子還要出塞了 身為第四代傳人 蘭玉傑對自家的丫頭信心滿滿 反覆試味道 練基本功 蘭燕美瑜的老公和兒子 身心低調 加上滷知識 也得十分專注活活狀況 所以面對鏡頭的事 總交給這位蘭家好媳婦 其實我們的丫頭是人家 剛才人家這樣幫我們穿幾個 都吃得好 都覺得很好吃 這就是我們的滷料 那裡有糖 裡面有八角、椰糖 現在要把它倒下去了 就是不要講那麼多 地方的 對… 八角鹽和糖 倒入第二次開蓋的鍋爐裡 整個過程需要爐製至少四小時 許多事情說破了 就是蜜方兩個字 而這個蜜方是蘭家族傳四代之寶 火喉、色澤、響起滋味 需要靠經驗來體會 火爐上的醬色 更是美味沸騰的痕跡 現在第一次的瓦頭都好 稍微勾起來 就來瓦瓦室 我覺得非常安慰 因為我們的孫子在那邊 他知道說 他一定要把爸爸做這個 沒有爸爸給我們 我們兒子 要做這麼多 有時候真的會比較辛苦 我也很感謝這些老頭 就是有這些老頭 到我們今天去那裡 成就在那裡 說到東山就像東山丫頭 抱持感恩的心 身為蘭家的媳婦 蘭妍美瑜一肩扛起生活重擔 當年和先生蘭武雄的正門親世 其實大家都不看好 年輕的蘭妍美雲 頗具姿色 有朋友都介紹醫生老師給他認識 但他偏偏去愛上在工廠上班的蘭武雄 人家說阿嬤我都稍微缺 不然你怎麼走… 也是早上回家 以前是公公在做 公公的社員 當我鄉公公的賣民 那時候也沒出去做不可以了 我婆婆一句話 跟阿公… 她是跟我說阿嬤我沒出去做 她也有… 我們買菜吃飯要怎樣 就像鄉土距離的戲碼 真實上演在來年美名的人生 先生年輕時愛玩在外面欠債 只能長期住在工廠工作 靠微薄的薪水 還要養公婆跟三個孩子 為了一家人的溫飽 她也只好下來幫忙公公的 丫頭滷味攤 一天最多都稍微五六百塊 六七百塊而已 有人來問她說我一世人 是三個月為她 覺得心會鬆的 就是覺得說 我那時候回家打招 學生叫我背駝 我沒辦法背她 如果妳沒背這個 算是小孩就沒辦法念書嗎 也沒辦法 沒辦法 對 很難過 真的不好過 真的是家庭那時候 真的很難過 很難過 每天兩三點要起來備料 一個人包辦所有工作 來年美人根本無暇休息 每天工作二十個鐘頭 不只是沒時間陪伴兒子 連自己都還做到 假狀線失調 差點暈眩 會這麼拚命 實在是不想被人看不起 努力的做 任憤的做 熬了三年 在口的香船之下 那生意終於慢慢有起色 先生也辭掉工作回來幫忙 事實上這個口味 是我們老公 我們先生他自己研發出來 他對這個吃 他真的比較有研究 他就好像說 你這個老頭要做到讓人 會吃想要再吃 你要做到什麼程度 老天爺似乎也看到這份傻勁 男家的丫頭 搭上台灣七零年代 經濟起飛時期 生意是越來越好 不只是本地人愛吃 連外地人都知道 東山有貪賣丫頭 鴨翅的貪車 大家是追著這個味道 慕名而來 一遍會不會怎麼樣 那個人家排得很長 我就在頭上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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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我們現在都沒在休息 在有時候帶我們這個玩家去這條 才有休息一天而已 工廠到攤子 日復一日的生活 藍眼美運過得很快樂 他從來沒想過會靠賣丫頭成名 從東山紅到全台灣 現在他已經學習慢慢放手 交給第三代 第四代去做 丫頭之外的甜不辣米雪豆干 也有紐日店在研發製作 東山丫頭在小鄉鎮裡持續飄香 一家人都沒有入口 現在我覺得老鄉也對我很好 我很感恩啊 很感恩還要再照顧啦 小地方的大美味也可以創造出經濟奇蹟 那是一種滷到極致滾滾出精髓的堅持 更滷出了屬於藍家四代的丫頭人生 在萬物起掌的年代 居然能夠吃到一顆2.5元的水餃 這家麵店就在台南南區 招牌的韭菜水餃連20顆 只要50元 價錢是相當的佛心 客人還會搭配一碗只要15元的混沌湯 每一顆混沌都是混圓扎實充滿肉香 老闆盧德華以前是里長 他希望能夠回饋鄉裡 所以水餃 混沌湯還有麻醬麵 統統都是銅板架 常常還沒有營業店外 就已經排起了長長人籠 他們家的人潮就是你會看到就是 絡繹不絕啊 到了快接近中午 正中午12點的時候 你排隊要排很久 大概通常都要排到快一個小時了 這邊很…在地人都知道 對 就我們南區附近的居民 大家都知道很有名氣 我們都說立場不破 一定會被啊 對 就是在講卡 這間會在台南小巷的小攤子 很有在地位 客人就坐在店家吃飯 老闆盧德華以前是三任老里長 賣的品項是地面 水餃跟滷味 牆上紅紙毛筆寫的價目表 是低到不能再低 價錢全台最殺 只要外頭三分之一 客人上門就像在走自家道咖 沒有人在計較價錢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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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看著林朗 滿目的滷味品項 很多只賣十元 Liviumma做東西的聲音 是從來沒斷過 這樣乾麵是餐桌嗎 Liviumma跟媳婦兩人輪流 在搶搶棍的大鍋裡頭 把水餃 餛飩跟麵條下鍋 用的都是阿嬤怕你餓的份量 下去煮 像一碗15元的餛飩湯 裡頭就有五顆餛飩 跟黃潤30元小碗乾麵 麵條多到滿出來 淋上肉燥和麻醬 濃濃的雙醬滋味迎面撲鼻 簡單用筷子攪拌兩下 一條條細麵 爬附著鹹香的醬料 麵條軟Q很有嚼勁 吃一碗就很飽足 麻醬香味是還滿夠的 現在我們點小碗的一碗 就還滿滿的這樣 然後一碗就是30元 妳就嚇到嗎 沒有 我們兩個人吃都吃不外 因為還想要吃其他的東西 那你就可能要兩個一起分享 要不然女生可能沒辦法 味道還算滿滿的這樣 構造也很多 有點浮誇 很實在 很浮誇 很浮誇的 我們是從茄甯 高雄市茄甯那邊過來 那你嚇到台南來吃就對了 對 為什麼 因為便宜 我們如果開車來這邊吃 再回去 很花的來啊 客人願意遠到來 除了是好吃 更重要的是支持老里長一家人 這近20年來 動漲價錢的丁金幣 只是無奈近年物價飆漲 很多老客人都生怕店會倒 去年底盧德華 只好稍微調漲一點點 揮別十元的湯品 漲了五元 但最便宜的水餃只漲了五毛 好 專頂工錢而已 我自己來 因為都給自己的工 自己的房子不用租 要不然要請人家 還要房租 一桶沙拉有 以前三公升的一百塊 現在一百七十塊 有的客人說 你終於長了 等你長你都不長 終於長了 還有一份豬頭皮 還有小乾麵 對 你要這個加起來十塊 還是十塊 十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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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店最便宜的 就煮這二點五元的 超低價格 手工韭菜水餃 個頭尺寸比一般 房間還大 裡頭用料不滿呼 現牽的韭菜 都是Liyuma 一早到市場 採買的新鮮食材 手牽的翠綠色 韭菜冰 或是肥瘦均勻的豬腳肉 是店裡頭的明星商品 韭菜的話 全部都一千多粒 高麟蝦的話 是我妹妹在做 那也是一千多粒嗎 差不多三四千粒 煮熟的韭菜水餃 透出淡淡綠光 一看就知道餡料 多到快爆滿出來 吃起來皮膚軟嫩 濃郁的韭菜香 在嘴裡頭回蕩 韭菜就是它的韭菜 香氣是非常夠的 嘴角皮它就是QQ的 然後它不會紅 就是薄薄的 主要是它的肉餡是多的 多的 對 很飽滿這樣 主要它的肉跟韭菜的鮮度 是很新鮮的 你說一樣自駕 對啊 因為他們自己包的 不會向外面說 我要跟人家再買回來 再賣給你 對 所以它相信它價格就便宜 比較多 除了韭菜香氣十足 另外高麗菜水餃也很熱門 被泡泡的水餃皮 包入清爽的高麗菜餡 每一顆同樣料好實在 我們來的話 二十顆 我們都叫二十顆 一次都叫二十顆 這吃很飽嗎 是 超飽的好不好 你看二十顆才五十塊 基本上現在 屋價上成 外面是也吃不到這個價格 但是它的水餃 咬下去是很飽滿 然後是以新鮮取勝 話說很多上門客人都會好奇 老里長他這樣開店 是來賺什麼 其實從盧德華父親那輩 就是在靠賣麵為生 後來換他借手之後 二十年來考量到南部生活不易 所以就再也沒有調整過價錢 沒想到生意越來越好 所以很多客人就慫恿他去選里長 民族在這裡賣 南民很高 很熟 很多裡面都知道 以前我們里長 那個什麼名 我也不知道 都說劉德華 劉德華 因為你姓劉 叫德華 對 大家都知道 很好乾脆出來選里長 沒想到第一次選里長 雖然高人氣卻落選 但盧德華還是很想要熱心公益 為民服務 剛好跟神明有這段緣分 第一次沒有重疑 沒有重疑以後 就跟管德尊王結宴 結宴了後 後來再繼續為民服務 那就好 我答應你 重疑要幫助你 把你好好 要好好的做 好好的為主 結果出來選就選上了 三屆的里長十二年 這一屆到目前 是我當最主人 他連任了三屆里長 即便失戀之後 他同樣堅持面臉價錢 要讓大家吃得起 在賣一面的話 教科朋友也算一種服務 也算一種服務 先跟我們大家 這位客人來幫忙碰到 讓我們這樣 可以繼續為大家來服務 雖然里長壞人作 但盧德華還是繼續 用他的熱心 餵飽上門的客人 像里長馬每天獻爐的海帶 是懂吃的客人 必點的小菜 他特別挑選 市價上萬元的日本春富 他以前是沒有這麼貴 可是一直長長到現在 那二十公斤就 一萬三千七 一萬多塊 對 他怎麼用得下去 客人就喜歡 我們就用習慣了 我們本來 綠燈就比較少了 所以說還是繼續賣 他的海帶 你吃起來那個感覺 不會像外面吃起來那麼硬 他們滷味都滷完之後 他們還是會加 還是會加一點醬油 醬油 香油吧 所以他們吃起來 我覺得口味是 對我們南部人這樣吃的話 是非常不錯的 他們家就是很傳統 很簡單 就是利用食材那種新鮮 單純醬油這樣裸 豆干的話也是還滿Q彈的 就是不會爛爛的 對 豆香還不錯 我們的配料都用好的 最好的 不是說賣朋友就用壞的 沒有 因為我們自己在吃 我現在和孩子就怎麼回事 怎麼媽媽吃水 媽媽吃飯 要與我一起吃 我們自己在吃 這樣我造格關 大條粥 炸了 我來炸條 然後另外 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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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像吃飯吃麵搭配的 混沸湯 都是盧德華的大兒子 每天現包 不會虧粉 然後就是 Nest 시청的公尺 對啊 所以東西都是自己吃飽 一碗樸實無華的餛飾湯 銅板價格 裡頭又五顆餛飩 小小一碗 卻是不少客人暖問的湯品 餛飩選用肥瘦比例 三比七的豬絞肉 外皮柔滑內餡味濃鮮香 喝上一口暖呼呼的大骨高湯 令人心滿意足 他們餛飾的口味 它也是 因為我們南部可能比較 偏比較重一點的口味 所以它相對的味道起來 就會讓你感覺比較豐富 多半時間負責端東西的盧泉林 當初他也想去外頭工作 但這樣想想就得花錢請人幫忙 賣的東西價錢就會漲價 所以他決定還是留在家裡頭 小人跟大人都是客氣大人 還有很多手機刀 以前對我們很照顧 怕風就來 怕我們收起來就要做 很不敢這樣 很多人 四大人還會越生氣 還要嫁人家 還是看不懂 對 所以現在看我們還可以做 趕快做 四大人跟我們家看不懂 一間小巷子裡頭 三十多年的老里長麵店 盧德華一家人 有南台灣人的熱情 用全台灣最便宜的價錢 跟樸實無華的美味 征服了每天排隊的人山人海 假日想出門走走 體驗深度旅遊的鄉間風情 那就絕對不可以錯過 台南市的東山商圈 這裡最出名的 就是東山崖頭了 先滷再炸的鹹甜滋味 是超人氣的必吃名產 這裡少了一些都市的喧囂 你可以漫步老街 體驗當地市集 品嘗在地鮮果 做成的天然麵包 還有老店的古早味排骨酥 更特別的是咖啡莊園 從咖啡樹的栽種 烘豆甚至沖胖 都有獨到的品嘗方式 在悠閒的環境中 體驗深度的台灣之美 漫步在台南東山街頭 這份悠閒舒適 吸引了很多 來自全台各地的遊客 大家第一個想到必吃的 就是出名的東山鴨頭 要振一份 要排一份 要捨十隻 訂單一份接一份 後頭製作的手忙得停不下來 如好的鴨肉下鍋高溫油炸 炸出酥脆誘人的香氣 撈起來表皮呈現焦糖色 總共有14種的產品 也可以說是全鴨啦 頭啊 脖子啊 翅膀 然後還有它的內臟 比較有特色的就是 我們有鴨身體 俗稱的鴨排 全鴨大餐每個部位風味不同 鴨頭享受啃的快感 鴨翅 肉質軟嫩細膩 這裡很特別 還有甜不辣跟米血糕等小點 各種美味以次詳盡 就連總統也慕名而來 體驗著耍脆的小吃 我們東南鴨頭最有名的 吃起來味甜甜 對很香 聽得很好吃 它裡面滷的東西 都放很多藥材 很好的 很貴的藥材 所以吃起來比別家就 那個味道就不同 這個好吃 東山外流的人也很多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 我們一直想要把它找回來 打造一個商圈比較有活力 那個商圈它在翻轉 理事長也是滿用心的 在背後串聯所有店家的 就是台南東山商圈的 創辦理事長林正龍 從小在這裡長大的他 每一個轉角 每一條街道 都承載著滿滿的回憶 巷弄裡處處藏著驚喜 童趣可愛的壁畫 還有打卡的空間 讓人盡情徜徉 幸運的話還能碰上 當地的熱鬧市集 東山老街 每個星期五都有來這邊 早上的那個早日的擺攤 遊客到旁邊這邊來 很少看到跟市區不一樣 所以他們來這邊也很高興 來看這邊 都是在地那個炒噴醒的 很特別這樣 很親切感 街邊商店就像記憶中 兒時的雜貨店 幾張桌子擺成的攤位 甚至是一台簡單的貨車 這裡就是在地人引以為傲的 農產跟手工品 也有果乾工廠隱身其中 用當地鮮果做出甜蜜滋味 逛完了想祭祭武藏廟 當地不少老店都是傳承 好幾代的美味 我們是差不多將近一百年 然後通常這邊的店都是兩代三代 是這樣子 都是老店 就是傳承台灣小吃的古早味 最出名的排骨酥湯 是取豬的排骨肉 用八小時門蒸入味 湯底有淡淡的胡椒香 肉質軟嫩到夾起來就化開 一口一口都是古早味 綜珀阿公傳下的手法 還有各種經典半桌菜 果粉鴨胸下鍋油炸 再用蔥薑蒜爆炒增加風味 金黃酥脆的外層包覆多汁鴨肉 還有櫻花蝦米糕 粒粒Q彈帶著精緻海味 在嘴裡越嚼越香 肥嫩的滷肉閃著油光 看了就讓人食指大動 大家走走逛一逛 買個熱的買的涼的 買個點心 會很豐富 一個行程 是我們帶我們海南 是很獨特的一個商圈的 一個行程的方式 商圈已經成立數一年了 只有東山還不過 需要周邊的鄉村 要找一些那個比較好的店家 加入我們的行列 加入好的行列之後 我們就可以互相來介紹 各種不同類型的店家 在東山商圈裡都能找得到 隱身在純樸的住宅中 這裡是一家超人氣的烘焙坊 一週只限量販賣一天 為了這許多人搶購的滋味 年輕的吳醫惠一早六點開始 就在工作室忙得不停 接觸到烘焙這一方面 把它融會貫通在裡面這樣子 所以有些產品裡面都是會有加 像東山在地的櫃園 海南有一些特色就是 有玉井的南瓜 或者是芒果乾這一類的 東山豐饒的土地 孕育出各種美味的農產品 無疑會把它們變成烘焙的食材 夢幻的粉紫色麵糰 完全不添加色素 而是用火龍果調出的天然色彩 在烤箱中高溫的醞釀下 熱騰騰的麵包接著出爐 火龍果吐司帶著天然甜香 南瓜乳酪有著金黃色澤 扎實口感吃得到濃郁麵香 桂圓核桃紅豆帶著堅果香氣 每一口都能吃到清脆顆粒 這隱身老屋的烘焙方 洋溢者療癒溫暖的香味 也穿起在地店家的連結 我覺得鄉下真的是 很有人情味這一件事情 他們會很幫助 然後不會說就是一定要求回報 還是什麼 他們就是很樂於說 就是大家就是一直推廣一直推廣 一些店家大家都很認真 一直在圓花在打招 自己的店裡面的那個商品 要只要再提升 都很努力在做 東山商圈人口不多 加上沒有過度發展 還保留許多當地的特色風貌 在這裡不只有店家可以吃喝逛街 更可以到山上 來場洗滌心靈的秘境之旅 好的咖啡 你首先一定要知道 你咖啡烘焙的程度 是屬於哪一種 像我這個咖啡是屬於中培的中後 我煮那個刻度3.0 磨好的咖啡在特製的湖中 用紅西式沖泡 一點一滴淬煉出最濃郁的香氣 喝的方式也是格外講究 要怎麼的喝法 你吃完喝半口就好 含在嘴裡 舌頭一直蠕動 在口中細細品嘗咖啡香 浸潤舌尖的苦澀 慢慢轉化成回甘的滋味 這座咖啡莊園裡 這粒粒飽滿的咖啡豆 都是出自林鎮龍之手 親自從咖啡豆開始培育 種咖啡差不多20年了 你看這個大顆的大部分都是在 之前在山上都已經 差不多20幾年了 搬來這邊種 仔細的修剪每棵咖啡樹的枝芽 才能確保有足夠的陽光日照 種出鮮紅飽滿的果實 我們這個咖啡莊園 之前差不多十三年之前 有那個國際級評審是日本人 到我們這邊來贊客 請他來品嘗一下 後來拜託了山出 然後他才來 才來的話 喝了又說 怎麼台灣的人有伴我 演化那個世界上最好的 點擊咖啡 受到國際專家的肯定 讓林鎮龍更加強 在咖啡領域的專業 從種植到烘豆甚至沖泡 全都親自一手包辦 還做出了吉祥物咖啡豆娃娃 讓咖啡莊園 不再只是品嘗咖啡的去處 更成為在地旅遊的特色景點 一旁的賞溪步道 潺潺流水聲相伴 午後時光正可以感受自然的氣息 清涼的水除去夏日的炙熱 轉而成為閒事的愉悅 商圈順度旅遊就會來問 寶貝就會跟他介紹有哪幾種 比如說到我們東園老街那邊走一走 或是咖啡區這邊來體驗咖啡 就在咖啡園旁的山中小敬 滿滿的龍眼樹開著艷麗的花朵 蜜蜂勤勞地盤旋其中 採出最純粹的花蜜 金黃色的蜂蜜芳香四溢 入口甜蜜無窮 化開在唇齒間 這也是在地出名的龍眼蜜 隨著季節更迭 在東山商圈 還可以有一日農民的體驗 像現在DIY就是有一些柴果 龍眼 蓬甘柳丁 還有紅龍果 再來就是有那個 披薩的DIY 或是那個補米香 不同於都市中繁忙的步調 東山商圈處處透著一股 鄉間的自在 在這裡人與人的距離更親近 隨處可見的笑容 都是最暖心的感受 我們是希望歡迎那個 各個社團 還有那個親近五十 平一六十 集中來給我們好山 好水 好景 好空氣 好喝的咖啡 好吃的美食 好吃的水果 東山休閒商圈 來順度旅遊 經歷十幾個年頭 在這裡時光悄悄流逝 那份屬於兒時的純樸記憶 在這裡永遠閃耀 台南的梅嶺有著百年歷史的梅園 發展出一系列的梅子料理 而其中 這家在梅嶺山腳下的農家餐廳 賣梅子也賣薑黃 老闆陳明翔用媽媽 陳林玉滿重的薑黃 做成的乾炒薑黃雞 金黃色澤裹附著雞肉 皮鬆內嫩 口感迷人 還有把薑黃粉抹在拳機上 用180度高溫爐火烤出 獨門的薑黃烤機 皮脆中還趁著點薑黃香氣 瞬間流出的雞汁 又獲著老桃們的味蕾 陳林玉滿在十年前 到日軍廢棄的薑黃甜蜻羹 母子攜手做出了梅嶺新的招牌菜 我們來到了台南梅嶺 這裡是全台灣產梅最大宗的地方 我自己新的切梅 我媽媽做的 比如說像我們用梅醬蝦球 旁邊它的配角切梅 旁邊就是蝦球 新鮮梅醬淋在現炸的蝦球上 酸甜中帶點果香 還有用醃漬Q梅去炒的梅子燜肥腸 肥腸的膩味轉為清爽的滋味 軟嫩中搭配著炒透的梅肉 把媽媽種的梅子發揚光大的 就是老闆陳林翔 從小生長在梅裡跟著媽媽當梅農 十六歲開始做學徒 在山腳下開了餐廳 陳明翔做菜就像天賦使然 光一項梅子就可以做出十幾道料理 所以這個味道更好 深滴 深滴 滴消費 高享受 梅子的料理大受歡迎 他賣就是數十年 但是近年來有個私房料理 人氣一點都不屬給梅子餐 他吃比較早味 我們隨時說的 來後你要再配一個薑黃片 這樣下去的時候 他吃起來的層次又如何 這個我們家會泡山雞 把新鮮薑黃下油鍋炸到酥脆 再耍一聲下雞肉 把多餘的油瀝乾口 還要經過翻炒 翻出鍋氣 炒出香氣 也讓薑黃和雞合為一 薑黃雞這行 我們店裡的地點 酒 店裡不要吃雞肉 薑黃果腹的金黃色澤 讓雞肉顯得有些耀眼 皮酥 內嫩 口感明仁 濃郁的薑黃氣味 醞醉了味蕾 這道私房料理儼然成為 美里芹的招牌菜 而成家的薑黃雞之所以獨特 除了料理手法之外 最重要的薑黃是來自 媽媽的薑黃甜 通往台南美嶺的路上 只要遇上假日 都是塞爆車潮跟人潮 大家來這裡吃最道地的梅子餐 老闆陳明祥的薑黃雞 在這裡殺出重圍 用自家種的新鮮薑黃入菜 無論是切片跟雞肉下去爆炒 或者是磨成粉 做成薑黃旺仔雞 金黃色澤裹附著雞肉 皮酥內嫩 口感非常迷人 雞子中還趁著點薑黃的香氣 一推出就吸引了很多老陶朝聖 這是我媽媽 她怕她要去烤薑黃 這大了差不多 長得茂盛在百年梅樹旁的 就是陳明祥母子倆的薑黃甜 會種植薑黃其實是無形插柳 當年有客人來吃飯時 告訴陳明欲滿 薑黃吃了對身體不錯 香氣又特別 她特地到日君廢棄的薑黃甜 去找母豬來種植 日本人給我們體種 我以為我們台灣人種 很少的 那時候很少的 想說一模一模這樣而已 有一點點做覺得很好吃 所以就開始下去開發 一個人去廢棄田 挖薑黃拿回來種 陳明欲滿用三年時間 才成功種植薑黃 這一種就是十年 以前有種菌 有種菌 有種菌 這就是老的 這就是新的 這花也很漂亮 很漂亮 在比人高的薑黃夜裡 看到一尾薑黃花 對都市人來說 是十分稀奇的事 來後繼續拿著鋤頭 使勁地挖 農村阿姨的活力 在耀陽下陷的好青春 陳明欲滿人生大半歲月 都在務農 對自己種的薑黃是相當有信心 這個叫做大紅 有一種二紅 一種三紅 上次品質最好的就是大紅 大紅 裂起來又比較香 有人會把頭骨嗎 頭骨 一半底下這麼快 他就拿去而已 對 自己種有夠了 不用招牌 招牌的人有的都會做農藥 吃什麼東西 我們自己種 覺得我們就顧油肌 這樣最好 對啊 讓吃又更健康 我第一次做料理 因為最早是我開發的 媽媽種薑黃 兒子做料理 母子倆是美領第一個種薑黃 也是第一間把薑黃入菜的餐廳 除了客人愛點的乾炒薑黃雞 陳明翔還把薑黃磨成粉 做成薑黃阿雞 同樣是大成功 放山雞抹上一層薑黃粉 或不加其他的調味料 整支原味放入瓶鋼裡烤 我們都烤這個在百八十 關蓋開蓋之間 需要等上四十分鐘 中間還要綁肌轉身 受熱才會平均 這一蓋一蓋之間 陳明翔早已是十分熟練 等溫度時間都到位後 整間煙霧飄出來的薑黃香 確實誘人 難怪生意最好的時候 賣出上百隻雞都沒問題 這有一點鹽味 你可以直接吃下去雞的甜品 我在想說大家做 可以做湯的雞而已 我覺得應該是用薑黃比較有特色 除了的烤雞皮脆中 趁著薑黃香氣 不論是切開或是手扒 瞬間流出的雞汁 賦予美味生命力 拿國產三十幾年 陳明翔不會嚴年少時 不愛讀書 高中都沒畢業就去當學徒 退伍回來跟上梅子餐熱潮 也就順勢開了餐廳 那時候他人差很多 所以你開業其實就滿順利的 應該算我順利 運氣算不錯 譬如說 11點要用餐 12點要用餐 你就是12點半 還接第二團 1點又第三團下去了 所以你就是要很強 你才出不去人家買不去 風味餐大受歡迎 陳明翔的創業之路 走得順利順遂 和太太楊麗娟愛情長袍八年 終於也踏上紅毯另一端 婚後一起在餐廳打拼事業 研發新菜色 幸福人生卻因為太太得到淋巴癌 完全變了調 過往五年了嘛 他就是到了淋巴癌 那時候他運氣不好 他搭到的時候他去不去 每天你發生 每天有事你聽 他就放棄了 他就看了電腦 他都不會做 他說他... 他知道了嘛 他就說他都不會再做了 等到他去家已經有要站不住 差不多入園 入園就不出了 從母鄉沒有這樣 那個心情一定不好 有時候有要好就有 不過我好 我沒有在那個麵頭前好 現在能笑著聊聊傷心事 想病成名想也熬過一段苦痛的日子 失去太太的難過 他選擇有淚不清談 因為身上還擔負著 照顧三個兒女的責任 姊法二十一年 失去妻子的悲傷轉為力量 他繼續努力扎根這家餐廳 有禮來國裡去 做菜的藝術如同人生 即使只有一桌客人 陳明翔也是戰戰兢兢 來 這個姜黃雞 今天我們的菜就是有一個 梅醬蝦球 一個梅子回廚 還有一個爐麥雙雞 筍可魚 三杯魚糊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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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湯也很減 陳明翔這個中泡塞 除了在地梅子姜黃拿手 也因為餐廳鄰近增溫水庫 更有著最新鮮最特殊的水庫魚 這水口的魚 這二百沒天到的 非常熱 很熱 尋找水 力道很大 對啊 力道很大 這個很棒 財廳裡的水足箱 放著外面少見的魚種 魚股 筍可魚 大如蠻 客人來嘗鮮 以持久賞 要收到汗了 太過了 這樣就出菜了嗎 對 3月2號 你上面有寫的嗎 因為假日 咬下去時間很不容易 我們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譬如說現在3月2號 五分 十分 進去這裡 這幾年 這樣這寬嗎 二十幾年 有歷史痕跡的出菜單 好像會說故事一樣 讓不懂做菜的我們 走進陳明翔的世界 在那裡時空彷彿被他的 每一次下刀 每一次翻炒 給禁止住了 美領棕破篩在這一刻 很有魅力 台南麻豆中央市場 有一間開店超過了百年的冰店 第一代是從路邊 挑扁蛋起家 沿街叫賣 全到了第三代媳婦 朱鼠美 所有的食材都堅持手工製作 像是這一碗超高人際的 黑糖昏粿 就是以地瓜粉跟黑糖 手工去攪拌 吃起來超軟Q 還有它的芋頭熬煮得非常綿密 吃起來的口感桑桑 不僅如此 店裡還有外面很少見的迷迭混 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古早味 店裡的環境也有種 回到過往的懷舊感 而這裡呢 也是偶像劇取景地喔 不少人都會慕名而來 來 芋頭大豆紅豆 來 再來 芋頭 芋頭來 還有一盒 有 有 要粉嗎 好 那裡面粉很香 很好吃 我要芋頭 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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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芋頭 芋頭喔 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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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炎炎夏日 一碗消暑的冰清涼又解渴 台南的午後百年冰店裡 有些人吃的是一種回憶 算是一個老房子 那有這樣復古風 那就是有這種小時候的回憶 小時候可能用個 那個一塊錢 兩塊錢 去吃個一碗冰 那種兒時的回憶 感覺還滿不錯的 霧名而來 因為聽說這一間是百年老店 我覺得料很實在 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滑嫩 像是它的料都綿密 然後滑嫩這樣子 然後吃起來感覺就是很幸福 天氣熱的也常常過來這邊吃冰這樣子 那你今天點了什麼樣的料 它口感是 芋頭 愛芋 米茶 紅豆 還有芬粿 它的芋頭是桑桑綿綿的 紅豆還算滿綿的 昆桂是很Q很Q的那一種 不管是夏天或是冬天 冰店的生意都一樣好 這間開業超過百年歷史的老店 就隱身在已經沒落的麻豆中央市場裡 許多饕客都為了它的美味 不惜遠道而來 我們這都是天然的愛芋 因為我這 我這愛芋都去阿里山買的 我都買比較乾爽的愛芋 乾爽的愛芋 洗起來更頂貼 更Q 更好吃 我們夏天是吃綠豆粉 古早時代我阿公的那個年代 我就有加綠豆粉了 麵茶粉我改炒的 那個炒久久的 我都沒有藍芋 所以把我們買的人 他本身吃酷的人 要自重養生的人都可以吃 櫥櫃裡有十多種配料 芬桂 愛芋 鳳梨 蜜芋頭 還有粉條和豆類 五顏六色 每一樣都是老闆娘每天現煮 這個鳳梨是我們這間廟的鳳梨 這間廟的鳳梨很好吃 煮起來很香 真的鳳梨就是了 所以真的鳳梨都很好吃 你看看 好香 這鳳梨 又要加水 還要加蓋子 要記著 又要幫它煮 現在煮它出湯了 我買這個蚵子 我都買大家的蚵子 因為大家的蚵子 它煮起來的蚵子比較鬆 比較香 它這個小飯 是要這樣比較鬆 比較香 比較好吃 不然這個蚵子 雖然那個不久也有分 好不好 有時候那些蚵子 你的蚵子 像這個蚵子 你的蚵子覺得硬硬 那蚵子怎麼煮得不好吃 客人都要吃純熟工的 純熟工的煮起來 煮起來的東西比較好吃 切鳳梨 燒芋頭 煮紅豆 每天在開店之前 朱鼠美都要忙著 熬煮冰品的配料 但這些並不在 在他的人生規劃裡 我們家的爸爸做很多菜 他都材材 都把我們爸爸倒材材 都把他倒材材 都去雲林 去雲林跑去有點難過 不然我都想說 好 我不愛就嫁做事了 想不到嫁來這裡 還會越做 雖然嘴裡這麼說著 但從少幫家裡 勿農的朱鼠美 相當的刻苦耐勞 公公那個年代 曾是下游冰店的供應商 為了養大六個小孩 做起賣冰的生意 挑著扁蛋沿路叫賣 沒有固定的攤位 因為第一代很困苦 第一代用養六個小孩 不是那麼簡單 第二代 第二代有養長生前來 因為這都是隔楼 第二代的時候都睡隔楼 隔楼 隔楼站的都... 不是說可以站在一起 都要再這樣 這樣不起來 那不可以站在一起 那不可能那麼高 那有夠熱的 因為我這是養長 養長因為我們 不能學會跟他們做 我們都不跟他們做 我們都只要原本 原本的養長 新建這樣 我們都繼續這樣用而已 木桌 石器 窗林 斑駁的牆面 還有堆疊的砂糖 復古的氛圍 秀出歲月的痕跡 這是老店獨有的魅力所在 也成為偶像劇的取景之地 就連這台剉冰機 也是台老古董 我們這台機是高棟的 你看 我們都保養得很好 雞很大喔 對 我們這台機 剉起來冰很好吃 這之前我沒出事就有了 我看久了 像阿公的年代 妳說要染什麼 芋頭鳳梨 還有那個 芋頭鳳梨 紅豆 紅粿 加那個麵 麵茶 麵茶 芋頭 紅豆 愛意 芋頭鳳梨 你覺得它這邊的冰吃起來怎麼樣 很止咳啊 就很清爽 很止咳 不錯喔 想吃古早味 這間很有名的 沒有老吃 很有名的老店 對 今天剛才帶來朋友出來 我帶他們來這裡吃 我在地裡 一定要加麵茶粉 麵茶粉 這是最香的 加下去 這是這裡的特色 從阿公那台開始 阿公來我們大菓 我們大家大菓 來我們 çocuğ 娘 弟弟 他很發絕 但是他就是太麻辯 所以現在都比較沒在做 因為他身體比較沒那麼好 我就把這個責任 我就把這個淋檔起來 我比我大雞的時候比較會煮 因為我煮的東西 我自己也都會作這 都覺得很好吃 我們客人來這裡也都會給我鵝肉 百年傳承真材食料製作 朱朱美老是自賣自誇 也不怕被笑是老王賣瓜 店裡的手工黑糖分貴 也是掏客必點的人氣商品 天然的最好 住宿美沿用古法製作 堅持純手工 這一做就是四十幾年 兒子心疼媽媽太勞累 只要有空就回家幫忙 腳在做做很快嗎 要嘛 要腳均勻 慢慢腳 腳太快了 等一下會被膽倒 我覺得她工作時間已經很長了 我想說她年紀大 比例又更年輕的時候 有差一點 想說她現在就比較多的菜 對 這要起到休息 這要很出力 我以前要起一鍋子很大鍋子 起到有點疲倦 真的沒有人要用手工煮了 他兒子現在都還沒結婚 我希望他趕快結婚 結婚 對啦 徵婚 看誰有意願 談笑之間 母子倆輪流手握木樁 合力要把年人的分貴找到位 看似簡單的技術 一切要靠經驗 憑感覺 不一會功夫 陣陣的堂香就飄散在老市場裡 秋年代盡的黑糖風貴 也緊緊的黏住客人的心 我們這間小鎮人 這位七八十歲都會再回家 他就是都會懷念 已經七八十歲了 他會帶他們孫子來這裡 男孫子現在也 既然來這裡都說他小孩 如果說帶他來這裡 他來這裡吃冰的月 都來這裡鄉親 真的喔 對啊 像我坐這桌 他坐那桌都這樣喵一言 回憶起過往 朱叔沒有說不完的故事 但他也感慨市場沒落 年輕人都離開家鄉 到大夫事工作 老店因此凋零 我們的東西都真材實料 還有就是純手工的 我們客人都會跟我學樂 說老闆娘你們的東西有夠好吃 我後天來還要來吃 我們都聽客人這樣說 這樣我還覺得說 我還比較辛苦 也有那個季節 我是希望他接手 但我也是就要看他 才有... 才有開心要吃肉 我們做這個小吃 也是對客人一種責任 所以我也是希望說 我兒子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在台南的灣裡 有一間開店超過一甲子的老麵店 是在地人記憶中的好味道 招牌的火成麵 是常見的油麵搭配肉燥 還有豐富的配料 像是有狗母魚酥 虱目魚皮 魚丸及大腸皮等等 口感豐富 CP值相當的高 這店總統蔡英文 也都曾經多次到訪 是鄉親口中的總統麵 當中狗母魚酥是外面罕見的美味 外皮炸得金黃酥脆 一口咬下外酥而內軟 魚肉鮮嫩且彈牙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 老闆杜金弓他堅持古法製作 傳承父親的做法 希望讓更多人 可以嘗到故鄉的美味 五十個兩隻 魚酥五十個兩隻 那你爆三隻嗎 那一隻蟲蟲蟲 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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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十點一開門 就吸引不少老饕聞香而來 這個狗母魚酥 因為它咬起來的感覺 外觀看起來像鹹酥雞 但是咬起來你會覺得它有點像 我們一般吃的黑輪 然後又有點麻糬的那個口感 很Q的感覺 在別的地方還真的沒有吃過 就特別只有在灣裡這裡 只見剛炸好的狗母魚酥 呈現誘人的色澤 外表酥香 裡頭的魚肉鮮嫩彈牙 又帶一點滋潤度 讓人一吃就像著了膜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 可以當零嘴 也可以加進麵或是跟裡 風味大不相同 這一碗是他們這邊的招牌 然後裡面其實主要有他們 主黨的商品就是狗母魚酥 然後像他們一些魚皮 或是他們的一些大腸皮 其實都有在裡面 魚酥的話其實還不錯 然後這個大腸皮的話 它比較有海鮮的鹹甜 那湯頭也是屬於比較清淡的部分 讓人難忘的家鄉味 一麥就是一夾子 近幾年蔡英文總統 還數度帶著幕僚前來造房品嘗 因此有總統麵之稱 麵裡最大的特色就是狗母魚酥 但因為狗母魚屬於生海魚 食材的取得並不容易 還有一種 Wanctions 來串哪裡 都沒有狗母 banyak 沒有啦 Assad 沒有狗母 沒有 沒蠱蠔 對啊 還有一個公公 沒有啦 有這裡來啦 那邊再看看 那邊再找看看 老闆娘 你怎麼會不會蠱蠔 沒有到 看起來都在這裡 對啊 老闆娘有蠱蠔魚嗎 沒有蠱蠔魚 親的喔 對喔 親的 親的 在這裡 蠱蠔魚在這裡 老闆娘 蠱蠔魚喔 有啦 這裡有蠱蠔魚 這又是小飯的 蠱蠔魚是福褲 這一點 蠱蠔魚 這麼大隻 我比較肚子 我們爸以前就是這樣 一坨一坨這樣丟 這樣一坨一坨 以前蠱蠔魚像一種飯 這些都算小吃 這些一隻一兩斤 蠱蠔魚是怎麼會 這個蠱蠔魚 因為蠱蠔魚 蠱蠔魚比較多 一隻蠱蠔魚 所以說切起來來說 它的蠅 它的蠅 很漂亮又好吃 比蠻蠟魚更好吃 所以這是魚的鯨魚 鯨魚 杜鑫公說早期的魚丸 大多是用狗母魚做的 因為肉質細嫩 適合做加工品 雖然滋味鮮美 但是細刺多 處理費工費食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魚丸 多以旗魚 濕木魚為原料 狗母魚反而少 只能成為許多人的童年回憶 它這個廚魚起來很費工 很費工 剛才這樣切 你看 爸爸在那裡切 都拿來很費工 那是很多 對 刺很費工 這刺很費工 因為爸爸的傳承 不然我們是想要買什麼魚來做 但是做起來說 還是狗母魚吃得比較刷 濕木魚跟台灣雕 拿來都口感不好 人家吃都知道 這不是狗母魚 回憶起過往 多金公感慨地說 因為五六十年前 碗裡廢五金聚集 討生活並不容易 爸爸多火城到高雄市嚴懲工作 經歷過八二三炮站 拔起水災 他感嘆人生無常 於是決定回鄉 跟大伯學做魚丸 學習一技之長 並做起板斗的生意 從小這樣忙沒有很害怕 有啊 剛才過年 才十五十歲的時候都愛 還要做火 還要做到三邊 過天又要早上又要起來 這是用那個狗母魚 還要用我們打刮 早上配合 就要用的芙芙這樣 這是那個外酥內卵 對 這是不可以加稍微粉 要吃得不太硬 杜金公把新鮮的狗母魚肉 打漿調味 太太則是負責加入番薯粉 充分地拌勻 用手一塊一塊塑形之後 再入鍋油炸至金黃 每天新鮮現炸 做法廢工又廢實 你每天要炸多少廚長 平常這個假日 差別算很大 幾千斤也是有 假日會炸到幾千斤這麼多 對啊 差不多要營 營 我也有刷 這配合也沒有 對 原本很少進廚房的王宋夢 三十幾年前嫁給杜金公 才開始跟著公婆 學做小吃的生意 我們家 先這樣開 我們家開的甘鹽店 從小爸爸到... 到才有了不然這樣 學家這邊的車也都要學啦 對啊 開始學 對啊 好學這學這也是累的耶 因為那高溫喔 可以躺到手 吃的最辛苦在哪裡 也是... 實話說也是會啦 因為這就是暖比較大 這家是累嘛 但是喔 入境學俗啦 我們這個湯都用大塊的烤 這塊的消炎蛋白 這塊要烤得怎麼樣 放下去之後會把它忽略這樣 這樣跟烤得夠 我們爸是做豆子嘛 豆子因為人家說 做豆子的時候是用湯頭 所以說我們在做的湯頭 和料理都差不多類似像 做豆子的模式一樣 當時爸爸肚火城 原本做絆豆器家 只要當地最大的廟宇 萬年店舉辦王教大典 他都會隨著王船落盡出巡 順便流動擺攤 漸漸的做出名氣 但當時鍍金宮年紀輕 有自己的興趣 隨想到外面闖蕩 我以前的幸福是做六年 不然就那時候拍拍拍拍拍 走哪裡拍拍 鍍金宮當時年輕氣盛 在台北開了婚紗店 但因為經驗不足 投資失利 把積蓄都賠光了 那時候要六百萬 那時候六百萬是現在很大年 那時候結婚 那時候我們母的家庭 都花樣了料料 真的嗎 對啊 我們出家中的東西 三大年都沒有 是啊 現在都不會彈彈彈彈 就像一個人回來了 我跟我們老婆說 十年後我會彈彈彈你 台七島的七祖名家 這隻喔 好 外面好 我要嚇一下 因為投資失敗 一切都得從頭學起 還必須有堅強的心 去面對旁人的眼光 那時候回來的家庭 人家在出面前面就說 那些在彈彈很多錢 就安啊 竹安啊 當然爭客的地方 有一個風吹草動嘛 就都有些事情了 我們爸爸也知道我的信 說不然他讓他彈彈彈 彈彈之後他就彈回來 回到灣裡之後 杜金光就從頭開始 跟著爸爸學習 除了招牌的九母魚酥 另一道相當特殊的手工料 也是店裡的人氣招牌 因為第一端子 從那個菜市場過來嘛 洗好之後 再用鹽去燙一燙 再冰一燙之後 再倒入油油 再一樣 再涼乾 再來泡 那是不是很費工 來 拿來放 這是我們泡好的十個魚 現在我現在要來 放在家 跟我們大家 放在家 要泡的過頭 其實在泡的時候 都不可以太硬 要怎麼看就是 它是被打好了 大廳 你泡的時候 我們泡這個有冰粉嘛 那水粉都夠了 彼蠍都夠了 你如果看這樣滅滅滅 這樣就不可以了 所謂歪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道 杜金光說 每個環節都相當重要 會影響口感的關鍵 這些都是爸爸傳下來的經驗 癌症 然後變成轉移變胃癌 然後最後變死到癌 十五年前爸爸離癌過世 對他的思念 也只能從過往的回憶去找尋 来到小时候 长汉爸爸一起散步的地方 杜金宫内心感触很深 走过人生低潮 杜金宫回到家乡 从零开始 传承爸爸的好手艺 也因此活出生命的色彩 说到了锅烧意面 全台湾到处都吃得到 但您知道吗 台湾最早的锅烧意面 怎么诞生的 其实是从台南这一间 已经卖了一甲子的锅烧店开始的 第一代礼装奉制阿嬷 原本是在路边卖炸蚤蚤的 后来跟日本人学做锅烧大面 用柴鱼熬煮的香醇高汤 加上两块现炸的炸虾 跟炸虞天妇罗 然后加入意面 还有蛋跟青菜一起烹煮 好味道成了全台的热门小吃 123456一次排开了六个锅子 底下的大火沸腾起 一碗碗卖了一甲子 正正道地的台南锅烧意面 来 米粉 米粉在18号 很小碟的 现在我用一个这个 好吃 只见炉台前忙得像是有三头六倍一般 就是老板娘陈静雯 打虫下入李家 跟着婆婆礼装奉制 卖起锅烧意面 真正的锅烧意面是很类的 特殊我看的控制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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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记录还稍微弱 一点点一百 所以算平均一分钟 要煮一点六碗 他们家的锅烧意面 厉害之处 就是有别于一般市面上的店家 用的是柴鱼熬处的高汤 加上特制的意面 还有两大块 每天现做的炸虾跟炸鱼天赋罗 一起耕淡青菜大火烹煮 所有精华美味融与浴锅 让客人一吃不可自拔 承转应该有了 应该有三三五 超过的 超过的 口味都没变了 没变 应该十几年前 在地台南市区的朋友 跟我介绍这一间 然后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一直都会带朋友来吃 这个套是老板娘自己做的 这一块最漂亮 最好吃就这一块 然后汤头让我们会想到以前 其实说真的 现在台湾到处都有郭哨艺面 为什么他们家会是创始店 这就得从李家阿嬷说起 当年最早是在路边摊 麦尔爹跟杆桂 日本师傅刚好他们要回去了 刚好我婆婆在 算是家计问题吗 走投无路 她说 那个营党 那面地方只有在那个什么 他说怎么做呢 因为卖个面好了 我就教他大面 做乌鱼面 从时老照片可以看到阿嬷那时 已经在卖用柴鱼高汤煮的锅烧大面 而且在当时就已经有了 这两块超级迷人的炸虾炸鱼天目罗 炸鱼用的是新鲜旗鱼裹上粉浆下去炸的 我会吃到第一袋焦的鱼 虽然焦的没有错 但是到后来的那个面粉大致拿问题 所以我在里面都是加蛋 比蛋起带什么小吃的什么 经过陈静雯改良的配方 这刚炸完的鱼天部罗好吃得不得了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鱼的鲜跟蛋的香 很爽脆 我想吃到它的味道 我吃到都会被骂 我都被我吃光了 除了其余天部罗 另外一个炸虾天部罗 以前用的是火烧虾 但近年来火烧虾数量锐减 最后选择重粉的台湾无毒虾 它也是养殖的 可是那无毒虾吃起来的 那个甜度口感不一样 鱼肉跟虾子都不调味 没有调味 就是要让客人吃得到它的鲜 对啊 就是这样啊 体型硕大的无毒白虾 裹上了面糊下锅油炸 被金黄面衣定型的虾子 只露出艳红的尾端 一只只虾子仿佛像吃了回魂丹 在油锅里滋移漫游 必须得炸通透了 等会放入锅烧衣面煮 才能吃出真功夫的好味道 它软得刚好 满满的虾味 整个台南特色都在这碗里面 它外面有一层那个 然后那个粉蛮香的 然后在汤里面它有 它的味道有泡到汤里面 所以汤里面又有那个鱼的味道 所以吃起来就很鲜 好 来上菜了 好吃的锅烧大面很受欢迎 但后来会卖起全台第一碗 锅烧意面 其实也是无心插柳的巧合 都隔壁在买山芋意面 我们阿桑吃点心 不可以说我不想吃大面 每天都在吃大面 就要用隔壁的 拿买意面来煮 无心插柳流成意 就是这样来的 不过他们家的意面本身 跟山芋意面不一样 还得另外请人调制配方 我很喜欢吃它的面的那种口感 就是意面 对 有些意面喔 你泡水之后 就烂烂的那个口感不好 但是它的口感会有嚼劲 对 我喜欢 我们就是喜欢吃饭的口感 快在家里面起锅喔 来 上菜 李基达煮锅烧意面的架势 其实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 但她说输得一点就是记忆力 没有妈妈来得强 跟妈妈不能比 我就算是以前 最强的时候跟妈妈比起来 差太多了 除了在自己开的分店 有卖锅烧意面之外 她还卖起海鲜粥 跟外婆自豪的台式咖喱饭 她每天一早 就忙着切马铃薯 红萝卜 而为了要咖喱好吃 像别人是用鸡胸肉 她则是用鸡腿肉 还会先跟咖喱炒过一番 要这样做才会好吃 自己吃到难吃的东西 我会生气耶 生气喔 对 我说你怎么 心里在想说 你怎么可以把东西煮得那么难吃 我真的会抓狂的 她相对的自己要吃的东西 如果我吃到不好吃 那怎么煮的 我觉得还不错吃第一次点 不是像日式咖喱那种甜甜的口感 有点微辣 所以还蛮下饭的 好不好 好吃 好吃的外婆咖喱饭 跟阿嬷招牌锅烧意念 让这间店充满浓浓台南古早味 做媳妇的曾经文一辈子辛苦持家 如今儿子也接班传承 让做老公的李俊德满是感谢 就是从我妈妈传承下来 就是这个好媳妇 真的辛苦她了 能够让我们这个家业 能够更加发扬光 天下美味 超行的排队名店 经常还没有营业店家齐楼下 最近排起了长长队伍 客人愿意等一个小时 就是为了这一碗铺满整个碗工的 限量鸭腿饭 鸭腿肉刻意切出0.2到0.3公分 口感咸香软嫩相当下饭 经常不到半小时就销售一空 年过六十的老板凤姐 卖鸭肉饭十多年 曾经遭逢婚便的她 独自称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她是如何走出伤痛的呢 帶您来看她的故事 客人不惜远从基隆沙到台南 都要吃的人气鸭肉饭 常常店还没有开 排队人潮一路从店外骑楼 排排排 排到大马路上 为了是这一碗CP值破表的爆量鸭腿饭 一整支的就是鸭腿 然后整个摆在上面很超级 很快就销售一空 对 大概是 我们刚才很幸运点到最后一两 一两桶吧 每天限量的秒杀鸭腿饭 客人排队排到店里餐台前 摇滚区的客人每双眼睛 都直勾勾盯着鳳姐和店员包便当 眼神压力实在令人无法松懈 有 一定会有压力 那怎么办 因为还没准备好 有的九点多来 我说你们太早了 我们十一点才有营业 所以我们就跟她讲说 你可以先去回休息一下 想吃鳳姐的鸭腿饭 一定得耐得住杏子排队 因为每只鸭只有两条腿 每天最多只卖二十只鸭肉 所以很快就销售一空 鳳姐的鸭肉饭能吸引 韬客排队抢购 秘诀就在她使用这一锅 入白色鸭汤烹煮鸭肉 都是用鸭汤而已 纯粹鸭汤 就是鸭肉 清的鸭肉下去煮的 煮出来之后 那汤才会浓厚 烤起来鸭肉的汤才会甜点 鸭肉在牛奶色的高汤焖煮 煮到散发淡淡的鲜肉香味 鸭皮鼓溜光滑飘出肉香 经过冷却 颜色变得深沉有黄 鸭腿要好吃 片肉的厚薄度 更是美味的决胜关键 腿的运动量是最大的 它的吃起来比较Q 所以就会把它切成 大概0.2 0.3公分 阿从片鸭肉手起刀落 每一片厚度都拿捏得恰恰好 完美的黄金比例 看得出刀工相当精细 以前她是餐厅主厨 自然对食材美味相当刁 一碗爆红的鸭腿饭 淋上鸭油卤汁 迷人的肉香滋味不停勾人食欲 每天限量的秒虾鸭腿饭 去骨的鸭腿肉铺满整个大碗公 幾乎看不见白饭 光看就知道鳳姐用料相当实在 每片肉切出0.2到0.3公分 鸭肉油油亮亮的 单看就令人食指大动 吃来皮Q软嫩 有淡淡的鸭油香味 虽说是薄片 但嚼起来不会没有口感 不老不柴相当下饭 它的鸭肉就是有点甜度 然后有蛮残牙的 然后再搭配它的鸭皮 有点就是油脂的湿轮 所以一进去的时候是 口腔是蛮舒服 然后搭配它底下的那个梅干菜 然后吃起来就是觉得很不腻 吃起来口感很好 然后很滑嫩 然后咸度也刚刚好 然后它每一块都切的 就是厚保度都一样 所以它口感很一次这样 它还蛮划算的 这样一个鸭腿饭才一百块而已 然后里面又有那个菜 然后又有那个蛋 那个梅干菜很好吃 然后饭还要淋那个鸭油很香 客人来店里 还会点一碗现切的鸭肉饭 摆入笋丝梅干菜和鸭肉丝 简单的味道堆叠出迷人的风味 带皮鸭肉口感Q嫩 有浓郁的肉香咸味 香Q的米饭 或者香浓的鸭肉丝 香甜的油脂沾黏舌尖 肉香咸味完全沁入味蕾 吃来口口生香 客人还会搭配每天现熬的 当归鸭汤 浓重的药膳香味 迎面袭来 喝了暖胃也暖身 汤头的话我觉得很浓郁 都不像可能外面 可能之前喝过的水水的 没有什么当归的味道 也没有什么鸭香味 可是这一个 这个喝起来是非常浓郁的 就是一口鸭肉饭一口汤 就是觉得很舒服很爽快的 2 4 4 1 2 4 6 6在吗 天天订单大爆满的鸭鸭腿饭 一碗百来源就能吃得到 这在物价飞涨的年代 可说是相当实惠的庶民美味 现在景气不好啊 想说给大家吃饭了 小时候因为很辛苦 知道赚钱真的很不好赚 过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想说多用一些给人家吃 让吃饭这样更重要 年过六十的凤姐 小时候住在桃园大园 家境贫苦 从小就在外打工负担佳绩 没想到五十多岁经商失败 婚姻又触礁 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跌入谷底吧 差一点爬不起来 后来想说我爸失败 他就在我家的儿子 我想说再苦我也要忍过来啊 那时透过朋友 辗转来到台南发展 只是生活困苦加上身无分文 每当夜深人静想起故乡的父母 心中还是很想回家 只不过经济上不允许 可以赚一些钱 然后可以回去孝顺爸爸妈妈 可是我妈对不起走了 走了让我很难过 如果想到她我就会想要哭 因为我妈很疼我 她说我是老大 她知道我小时候很辛苦 她不希望我过得那么辛苦 结果我还是过那么辛苦 给她看到我心里很难过 来不及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心中的哀痛 有好几年无法走出来 幸好在最艰困的时刻 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干爹 不仅夫到她白姐心里的伤痛 还和干爹一起经营小店 赚点微薄的收入过日子 大姐她也是很认真的 为了要过生活 自己做事 可是很按部就班 对每件事情她都很坚持 像是滷梅干扣肉 凤姐特别挑选厚实的猪五花 每一块都厚切 炒的时候才不会松散没有口感 可以每一块都非常的厚实 这样炒会很累吗 一点点但是品质很重要啊 为了要做才好吃 品质很重要啊 所以每天都这样自己熟炒啊 对 你这样炒要炒多久啊 差不多二十几分钟要 厚实的猪五花在锅中热炒出 震震的肉香 光看就令人提振食欲 梅干扣肉要先炒再卤 虽说一天要卤两大锅 成本高又耗时费工 但凤姐依旧坚持好品质 需要用几桶压子 两天就一桶 两天一桶压子啊 两天两天半 快三天就没了 这样成本会不会很贵啊 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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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给客人好吃的 要给客人好吃啊 客人好吃的话 只要他一个散品 我们就很开心了啊 凤姐用心制作的梅干扣肉饭 有一块焢肉和半颗乳蛋 再配上笋丝和梅干菜 经过四小时慢卤的焢肉 一层肥一层瘦 一入口香甜的油脂在嘴里融化 淡淡的梅干菜咸味 融进了香嫩的瘦肉 吃来味道相当合拍 闻起来是很香 然后吃起来的话 再搭配它的那个梅干扣肉 拌下去整个味道 混合在一起的话 是整个都非常好吃这样子 客人吃饭搭配的小菜 还有这盘油油亮亮 肉片切得整整齐齐的 白斩鸭肉 阿丛的极致刀工 画出一片片厚薄度一致的 香嫩鸭肉片 远远一看 还真像是一件艺术品 几乎是没有腥味 对 然后吃起来蛮甘甜的 然后就是 因为鸭肉会感觉比较柴嘛 可是它吃起来就不太柴 然后就很像平常我们吃 腿肉的质感 像鸡腿肉的 对… 像这样 对…很滑嫩 24 6 7 来 妳两个腿饭 一个烤肉饭两粒滴 好 谢谢老板娘 谢谢你 鳳姐现在卖鸭肉饭 算是卖出了名气 很多客人都是大老远跑来品尝 成功的背后 有他努力打拼的精神 还有懂得知足感恩的心 我也很感谢小弟啊 他很认真 他很认真去切那个腿 客人不严重 他就是要等去腿了 所以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鸭肉既然做到现在这样 人家一直长 我就不敢长 就是因为我想说 我们苦人很多 他们可以来买 我们就够饱了一些给他吃 鳳姐是辛苦过来的 所以很能体会干苦人的心酸 一路走来能有这样的好成绩 最感谢的是陪她一起度过每个关口的朋友 还有养育她长大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很不舍得 我既然我没办法在身边 孝顺他们两位老人家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最遗憾就是这个而已 对 所以人生的路真的很苦 但是也是要撑过来 或许人的一生就如同鳳姐说的 要经历过风雨的洗礼 才能看见斑斓的彩虹 人生很苦 有失败也有痛苦 但只要努力挺过 得到的总会是令人欣喜的滋味